各位網友 又到許知苑老生常談 今天我講《俗書譜》之後 最重要的一篇叫做《鏡白石》 《俗書譜》就是對孫歌亭這個《俗書譜》總罪 一個最得法的講法 因為他今天是宋唐 不是相隔很遠 孫歌亭是唐朝的 這個《俗書譜》姜葵是宋朝的 所以相距不是遠 當時他所見所聞 或者加上他本身是一個大詞人 他是一個文化界一個重鎮 所以對《書法》他很講究 我相信他對體會到這個孫歌亭這個《書譜》 雖然是一個種嘴 我相信他從他的內文裡面 可以以《鏡白石》這種聰明才智 加上他自己實驗在《書法》這麼久 所以他應該可以算這個《俗書譜》 既然用這個《俗書譜》來講 他多多少少在這個脈絡上 應該是介成這個孫歌亭的《書譜》才是對的 孫歌亭在《俗書譜》的總罪 他說我的證文一共有六篇 至於他有沒有這六篇呢 後來都不見了 那究竟孫歌亭有沒有寫完這六篇呢 或者根本就沒有寫 或者有什麼失落 但是總而言之到現在都沒有證文出現 就是了 那這個《鏡白石》呢 既然拿《俗書譜》的《俗字》的話 他當然有幾成把握 對《書譜》總罪 他的體會應該比一般人深很多 一、他距離《俗書譜》不是遠 第二呢 他因為又是大書家 又是看到他的證文 他所誤出來的東西 應該跟《書譜》不爭得很遠的 所以我們呢 對這個《俗書譜》呢 如果大家留心聽我說的話呢 真是對於這個《書法》 這個《俗門》 應該是有掌握的機會 那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是有理由的 因為《鏡白石》這個《俗書譜》呢 它很仔細 它分開呢 你猜它分開多少 我告訴你 它呢 就是 它分 真書 真書的用筆 那就是兩件 草書 行書 那麼這個《草書》和《行詩》 又是怎麼用筆呢 是 怎麼用筆呢 怎麼用筆呢 怎麼淋磨呢 它每一 我講的一件事呢 就是一張的 它是成一篇的 那麼 怎麼是 將這個《張法》呢 使得它能夠呢 向背為字 疏密 方圓 封神 字的封神 持以束 不曬 聖情 血脈 單書 一共十八篇 你說這個《姜白石》多用心 對這個《俗書譜》這個《傳承》呢 是多麼講究呢 它不止這樣 它傳文呢 是三千四百字的 因為最重要的呢 就是真書和草書 因為它這兩種呢 是書家最多用的嘛 所以它呢 每一篇呢 這裡有兩篇的 一篇是寫真書 一篇寫草書 那麼加上它們的用筆是怎樣 這兩種字呢 是書家最用得多的 所以它每一篇呢 是花了五百字去講的 講得很詳細喔 所以 可知道 它是很用心寫這個 它整個來說呢 既然是三千四百字而已 但是這兩篇呢 去了七分之二了 所以它對草書 和這個真書呢 是講得最詳細的 那麼另外呢 講到 用筆呢 和淋磨 淋磨呢 兩篇呢 是三百字 所以這兩個呢 那你說用筆 是嗎 是講運筆呢 淋磨呢 怎樣從淋磨 從磨到淋呢 那就是講這個字形 那個規劃 和以後這個淋 怎樣看別人的行器 看別人的什麼 這兩篇就去了三百字了 那其他呢 那其他呢 有關於草詩的用筆啊 等等 都很詳細講的 這個呢 就是一個呢 很用心 將它 孫歌亭這個 這個總嘴呢 能夠來的詳細 來演繹 我覺得呢 如果大家也用心來聽這件事呢 或者我一會兒 如果想介紹這本書的話呢 大家呢 能夠買一本俗書譜來看 就可以呢 不但只看俗書譜 而且呢 已經呢 看了什麼呢 看了這個孫歌亭 這個原來的 真的精神在哪裡呢 這個呢 如果這樣的話 大家呢 對於這個法書 它這個混筆 和結字呢 應該很齊全 所以大家 有心於書法的人呢 應該 對這個 這本書呀 這個俗書譜 應該更加 用心 來聽 或者呢 來到 將來呢 買到這本書呢 來實習 那麼 我相信呢 大家成為一個大書家 不是困難的事喔 因為這個 這個 《驚白石》 這個俗書譜 講得很細緻的 所以這個 這個是必備的 是必備的 寫書法的功能在這裡了 那麼這也是呢 這個善師者 的要件在這裡 所以各位書家呢 就說 對這件事呢 應該呢 很留心 來聽我說 嗯 他 我們講完 剛剛講的 講真書 以忠堯為第一 是吧 他認為忠堯呢 是絕 是從古以來 到忠堯呢 他說 真書 是一個絕版來的 最好的 最好的 是全無古人 這樣的意思 是吧 但是呢 在三禧堂的法帖呢 他就點出來了 他說 這個忠堯啊 這個呢 真書呢 不是全部是真書 他的筆帶呢 依然是什麼呢 依然是大書 是大書出達 他的基礎 在大書上 所以忠堯呢 這個真書 既然不是真書 我再明白一次 真書 就是叫做正階 這個意思 不過他以前呢 叫做真 叫做真書 真真正正的書法 或者他 真正 正體的書法 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後來呢 叫做正階 就是這樣 一個階模來的 一個模式來的 這個是一個 最重要的 一個正當的 真實的 一個中國的姿態 發展度呢 是那裡 去到最後的了 所以 叫做真書也可以 你叫做正階也可以 都沒有問題的 後來的人呢 又將這個 在這個 真書 拿二分 在這個大書 又拿 拿八分 之而此類的 又叫做八分 這個就是後來 我們不需要知道這麼多 這些小節的問題 主要呢 就是講句 真書 就是正階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呢 三非堂說他 不是完全呢 是用真書來講的 他因為有大書做大 另外呢 他又講王羲之 最出名的蘭亭嘴 這個呢 這個蘭亭嘴 不是完全是真書 是什麼呢 是真書 兼著行書 在這裡 所以呢 他其實呢 他其實呢 就是叫做真行 真的行詩 真書 和行詩的交叉 所以呢 鍾瑤呢 能夠 從古到他 成為一個絕品 王羲之呢 這個蘭亭嘴呢 能夠 為什麼他能夠呢 因為他兼 不是完全是真書 他兼著行詩在這裡 所以因此呢 有個結論在這裡 他說什麼呢 他說 寫字呢 你不能夠一定呢 是 真書是寫真書 這個 有很多方面呢 你可以兼著來用 那你就不會說 版 書法呢 最奏忌的呢 就是版債 所以現在你能夠 你能夠活 學活用呢 能夠呢 這個大書 來到兼真書 好像鍾瑤那樣 這個行詩 兼真書 好像王羲之那樣 成為絕代的 沒有人可以追得到的 這種的書法 是什麼呢 所以 所以 有一個呢 就是 說什麼呢 所以 我們不需要一定呢 是 巡字古法來講的 我們有 金人的 現代的頭腦 來做 自己 使得 它本身 有進步 使得 這種的書法 能夠 活 活的形狀 凡是活的形狀呢 就有血 有肉了 不是行屍找肉 不是死板板 在神台吃豬肉 這些 就是一種呢 好像一個人的活體 這種呢 然後才是一個好的書法 所以 他說呢 那 王羲之 他說 他說 他的藍庭嘴 這個是真行之中 是不必 金白石說 他說 不必 一筆一畫 為準的 他不需要的 他認為呢 是 那 他們人講呢 正計或者真書來講 是以平正為 平正為善 最好呢 能夠有平下正 他說這個是曬族之見 不是 但是 好的書呢 就應該 好的書法呢 不應該是死板一件事的 所以呢 他說這種呢 死死板板 是以平正為什麼呢 這個是唐人之失 是唐朝以後啊 這個書法呢 能夠墮落之失 不是說進步的 是失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太過自重這個法道 書法呢 不需要一定是注重法道 你的基礎好的時候 你可以活然 活然 來到 使用你自己的面目 然後呢 能夠卓絕 穿股 能夠呢 追悟前人 或者超過前人 這個才是我們 所追求的 今天呢 我相信呢 就講到這裡為止 我下次呢 再繼續 和大家講解 多謝